赵先生告诉记者 去年12月 他在这家店铺内购买了两件皮衣 一共花费了3500元钱 可买回家后 两件衣服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 赵先生说问题比较严重的是 这件2000块钱购买的皮衣 由于这件皮衣比较单薄 购买后他一直没有机会穿 没想到最近一穿上身就发现了问题 赵先生轻轻用手 就能顺着皮衣的破损处将皮衣撕开 被撕下的皮革就像是纸张一样 两三下就被撕成了碎片 赵先生也曾上门和店家进行协商 但问题没得到解决 他说的是真皮的 叫眼皮的 买的时候我们问他 你皮子没得问题吧 他说没得问题 他说是假意发誓 你有买过其他一种皮子来的餐厅 买过 使用起来又出现这种情况没有了 没得 店家的态度让赵先生十分不满 他认为店家面对如此明显的质量问题 还要求消费者去进行鉴定 就是给消费者的维权设置门槛 在征得赵先生的同意后 记者尝试着从一块较为完好的皮革中间进行撕扯 只要稍微用力一点 一块完好的布基本上就可以撕了 他并不是已经有口子的地方才容易撕掉 对于赵先生的质疑 服装店的店员也进行了回应 也不是说他这个衣服来找我们 我们不受理 我们就是不帮他处理 不帮他售后 对吧 那么我们的意思是 那么你 他是11月份买的衣服 是吧 11月份买的衣服 那么那么他那个穿了几个月之后呢 他昨天说 那但是他当时的时候 那衣服呢 拿来的时候没这么破的 都是他自己撕破的是吧 这个东西还因为我刚刚 然后我给你说 完好的部分 他基本上 这个用这个 轻轻用第一颗就会破了 那我跟你说 绵羊皮的特点就是 绵羊皮 那么然后我昨天也跟他说了 那么我们绵羊皮的话 他就是一件衣服上 他不可能说是一个部位的 全部都是 或者是 因为有腹部皮 有背部皮 对吧 那么腹部皮 可能有的时候 相对来说 就是比较薄一点 那比较薄的话呢 他可能就是 这位电源告诉记者 由于赵先生已经去过 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投诉 约好了当天下午两点 在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协商 所以负责人 已经去往市场监督管理局了 于是记者和赵先生 一起来到了 观山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四分局 质量我跟你说 你说 绵羊皮 都是很脆的 绵羊皮 这是脆吗 对 这不叫脆的 是叫脆啊 一定叫 直接 你看 你看 对啊 这叫脆吗 对啊 昨天我也跟他说了 你觉得如果这个是假货 那么你可以去 通过任何一个检测部门去检测 对吧 那一支产品 那如果你要说 然后如果说 后来他 如果你要让他去检测 我就要先让你出示 这个东西的活泼症 以及这个的成分的标准 店家也出示了 依附的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显示 该皮衣确实是绵羊皮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商家解释说 有可能是因为这件皮衣 在运输或储存的过程中 受潮了 最终经过协商 店家同意给顾客退款 当即返还了赵先生 三千五百元钱 赵先生也表示满意 百姓关注记者霸当 有困难 上今日头条贵阳频道 找头条帮忙反馈 百姓关注记者 将第一时间进行关注 打开今日头条 进入城市频道 点击媒体帮忙 点此填写求助信息 媒体将尽快跟进 点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